我最近发现有款国产的帐篷在外国非常的受欢迎 好多好多老外都在做测评 而且居然是一致的好评 我又查了一下销量 哇 在外国已经卖了几千顶 但是在国内居然没什么人买 这就让我非常的好奇 又有题材可以做了 所以 我买了 它就是CloudPick 云峰轻量化帐篷 来自挪克 首先我们一般的帐篷是两根帐杆这样交叉 但是它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升级 在横向的地方又加了一个帐杆 所以一共是三个帐杆 这一加就不得了了 它顶部的交叉点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所以它对抗恶劣天气 尤其是抗风抗积雪的能力 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而且你看它的外形 杖杆分布的非常均匀 像个小地堡 这样处理让它每一面的授风都非常的均匀 尤其是在遇到那种气压非常不稳 大风天气的时候 它也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它第二个非常实用的设计就是 一般我们的帐篷都是要先搭内帐 然后再搭外帐 而这一款帐篷呢 它的内外帐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们一起搭建 这样不仅搭建速度更快 而且如果你是在下雨天搭帐篷 你就不会因为要先搭内帐 而导致整个内帐都失掉 所以这个设计真的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痛点 当你把内帐拆下来的时候呢 你这个外帐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客厅 它的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甚至可以把月亮也搬进去 在里面也吹啊等等的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用料 它采用的是20D的尼龙 就非常的轻 而且单面图柜压胶也很扎实 防御等级可以达到4000毫米 足够付99%的情况了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透气性也非常的好 它的顶部是可以加一个外批的 在外面很冷的情况下 里面的热气呢 也会被源源不断的排出帐篷 就不会在帐篷里面形成很潮湿 很多凝露的那种局面 如果非要说一个缺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因为用了三根帐杆 肯定相对来说 要比其他的登山帐稍微重一点 它的重量不算地钉和风绳的话 大概是2.2公斤左右 但是你要搞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 这款帐篷它给你的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内部空间 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应付恶劣天气的能力 虽然贵一点点 但是它像一个小地宝一样 真的非常的可靠 怪不得在外网上面能有4.6分的好评 还是非常推荐给各位的 这款帐篷